不过呢政坛焦点今天政坛是政治新闻当然淡了 但是这个呢非常的引起注意了 行政院长吴敦毅呢31号就会率领内阁总辞同时卸任 那么从1月31到520上任副总统职务之前呢 吴敦毅有三个多月这个平民身份呢 虽然没有官职再生 但是这个得来不易的百日平民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地带呢是可以操作的 包括了吴敦毅是不是会要循着肖万长的模式 以准副总统的身份去出席博敖论坛 然后跟吴景涛来会面备受瞩目 四年前的博鳌论坛小虎会 肖万长以准副总统的身份和胡景涛会面 被视为两岸会晤层级一大突破 现在传出今年的博鳌论坛可能是吴胡会 不可能到520 但是究竟是在总辞之后 是第二天就交接 或者是何时交接 就要看总统他何时任命新的行政院长 吴敦毅表示确定在这个月31号就会提出内阁总辞 并且同时卸任 然而距离520上任之前 吴敦毅还有三个半月的平民身份 肩负着重要任务就是博敖论坛 届时如果上演吴胡会 是否贤命替马总统带话给胡锦涛备受外界瞩目 而之前吴敦毅还曾经对着媒体说过 职务的空窗旗可能会出国度假 就是这句话引发了外界想象空间 博鳌乱谈4月份即将登场 吴敦毅是否循着肖万长模式 以民间顾问的身份来出席 副总统还没正式上任 就已经话题十足 这是赵郭欣扬台北采访报道